好了,又回到第二節了,我們剛才說了比較多Figure方面的東西,但其實過往或是近年來,這些跟ACG有關的商品化,或者其他產業的一些模式,其實就不止那麼少,這些比較傳統的消費品,或者這些擺設品方面,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看比較早期,或者可能是十年前,或者再之前,一貫而言,他出周邊的風格,或者走勢,都可能是一些比較Fans 向,但這個必然,另一個東西就是說,那些東西很少會是一些很高實用性的東西來的, 例如一些可能是一些水杯,鎖時購,筆盒比較少,筆盒比較少,但不算好多,但那種風格始終都會是一些可能是擺設品,小飾物,那一類的東西比較多,當然這些會走一些可能是3000元以下的路線, 那可能另外一些中價的就是一些衣服,那一類的東西,那當然,你說高價的東西,當然是抱枕,掛布,諸如此類一類的東西, 不過我想問,T恤呢,比如這些商品T恤,當不當是一件實用的東西? T恤就叫做痛,實不實用,看你怎麼用的? 即是他背負了很多那些,哈哈哈哈 有些人是拿回去不會穿的,就是當很多衣服出去的,就是純實用,看你怎麼用的 那我也有件類似的衣服,但老實說我又沒有穿過,我擺過草 我個人實在是不是穿這些衣服的,T恤就有兩件衣服,一件衣服 就牽涉到這個問題了,因為你要知道Costar有不同年代的Costar 是的,比較早期的Costar 那Made in Japan,即是100%Made in Japan,那這些東西,你想怎麼用都沒有所謂,因為 你買一件T恤就要穿,穿完就拿去洗,沒什麼特別 然後去到後期,你就會看到Made in Japan,Material from China 哈哈哈哈,但是家前是沒有變過的,那開始就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是不是他那個耐洗程度,有沒有那麼高呢,一定就會開始有些脫掉 是的,我講的那種脫掉,就不是說可能,不是你那個印上烤膠的那個圖 是你衣服脫色的那種脫掉,那會有些這樣的情況 那又看到再,可能這幾年,幾年前的都一段時間,已經變成了 全兩個都已經不需要分什麼prog material from China 這個已經不需要出現了,因為已經直接是Made in China 那所以呢,就,現在的說法,我已經完全不會買的了,那些東西 那你說,我們通常見人在外面穿,就很少穿出街 多數在什麼情況出現? 有人穿的,有人穿的 有,不多 那些同仁牆,就真的多人穿了 那所以有時候,你說是否性太高呢,我又有少許保留 在同仁牆,不如穿出Cospe的衣服吧 那些Cospe的衣服很貴 那些Cospe的衣服很貴 超貴,不是很貴 那當然,你說,抱枕那些就一定不是實用的了 其實有時候抱枕都不是一定要買的 有時候有些雜誌服,有些雜誌,日本雜誌服 都有抱枕那些套送,那當然心想自己買 電擊festival,是典型的 那當然啦,你這個說法就一定有些針著的位置 因為那種抱枕的size,就不一定是regular 因為如果大家比較了解都會知道 其實那個長度會有不同的 145cm,150cm,150cm,150cm,160cm 那它有不同的長度,寬度有時候都有少許落差 那你大概,最基本上下圍著150cm,乘60cm 也有些比較奇怪的,會有些半身的 那些可能只有1米左右,甚至有些是枕頭套 枯筍套,枯筍套和枯筍套是兩件事 枯筍套是四方那種 枕頭套是真的你睡的枕頭 那種睡的枕頭就是細型的枕頭 不是那些大型的乳膠枕那些size 是細的棉花枕頭那種 我試過放進去塞不下,然後就爆了 你要另外買一個枕頭就塞過去 而且也不太用得睡的 因為我試過放進去,就發現那種質料很焗 那你如果晚上睡覺,其實很焗著頭 所以不太容易用 質料這方面大部份都是polyester 那種polyester有少許不同 因為平時在街買的枕頭套 那種比較爽,透氣程度比較好 那種很焗的,太密 因為是屍面的 對 你只要唯一可以就是 流口上一陣子就不會濕透了 那種可笑的 即是你們很難想像有這些 沒有啊,其實 怎麼說呢 百貨言百客 那些人有什麼特別需求 特別用法 你講到很曖昧 我買泡針,但我真的用來吵 那枕頭就餓了,不知為何可以睡 那些時候我都不會睡 你放進去 我以為以前以為放 我剛才是那個gat來的 你別當我做過 我真的試過拿過來試一下 塞進枕頭,現在不適合 我知道人真的用的 可能是疾塵抱著 或是把塞進枕頭 但不就好 我覺得不要這樣用 大哥,好想浪費 沒所謂的 你買兩個就可以了 買三個 自用、收藏、推廣 你搞錯了 OK,隨便 不過我想說 近這十幾年 最流行是 你當Eva 十幾年前的 初音 近這十年來 幾年來 幾年 接近十年 他差不多也可能六周年 他應該大概是 07年左右 初一是07年 八月曬火龍珠 好像沒有錯 比例以前是龍珠 以往很少有 crossover的飲品 現在你會否認識 UCC 比如有Eva的咖啡 龍珠汽水 沒有面超雲也有拉打 拉打的汽水 現在在香港某一間日資的汽水 小園也有 香港不是那麼容易買到小園 香港你買拉打的汽水是很容易買的 在某一個日資的超市 其實已經買到龍珠的汽水和拉打的汽水了 好像是阿信屋也有 那要找 有些買日式精品店 有放出來買的 拉打的汽水也有 因為汽水很明顯是一些低消費力的人買的 大家要知道 如果出飲品這方面 過往真的沒有的 高消費的層面是會有的 例如酒 梅酒 梅酒、蜜酒那類 過往一直以來都有 甚至是騎尼到一些 HGAME公司都會出酒 不知道為什麼 但他們給予一個figure 因為有些日本曾經出過一些書 是關於盟經濟的書 其實他們說了日本四個島 四大地方的關於盟 其實這本書我三年前買的一本 其實那時候已經是很多 地方自己出的characters 所做的酒類的物品 或者不知道是酒的 食物 米 米是當年西有米 水果 甜品 還有不止 當時已經有一些 由動畫做出來的 歌舞團體 但當時就不紅 做完之後 就沒有現在的like 那些那麼紅 另外還有很多 例如火車 日本的鐵路 曾經有一個鐵路樑 很出名 他們做起來 真的可以做到 很多行八門 當然 你說 日本的 東京那個 有一個連鎖的 動畫 賣動畫的 店 又是有一個DigiCat 又有一個 Gammer Gammer Gammer也有一個 那個也賣得很多 是的 不同類型的東西都有 當然 我們可以舉些例子 剛才我們提到 當年的秋田小丁麗 又找了西有葵 去畫過米的封面 那些米都沒有了 很厲害 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就沒有了 一公斤莊的米 然後又會有 另外一些 酒 又會有畫過 當年也試過 就是說 太宰治人間失格 找了小田傑去畫 新版書的封面 突然又是大賣的 那不同類型的這些東西 其實一直都有 那甚至你可能說 現在近期有些比較 再 跟一些機構有關係 大家近年會經常見到 所謂的獻血 即是他 紅十字會捐血 那會送Post 是的 秋葉元那個 其實不止 現在ComicCare也會有 有時候 ComicCare又捐血? 有啊 即是裡面有一個攤位 紅十字會 有幾間 有幾種東西給你選 很誇張 因為我記得 秋葉元那個好像是有初音的 而且你捐血的量 多少又會 影響你 要哪一張 所以我準備出點去日本 試一試 我特意落定些血 因為剛剛沒有記錯 好像有五種 或六種東西 同一時間 是捐血不同類型的東西 很奇怪 你會覺得 比較大家熟知的東西 Face Zero 會有Saber獻血 即是捐血 同類型的東西 也會有不同的 這些捐血的Event 會送HOSA 這個可以說是動畫 和一些機構 當然你說商業機構的更加明顯 多了 即是比如說 比較早期的 Cook Gears那時候 試試吃Pizza 陷入了 陷入了 但那時候 那時候就更早期 那時候就變成零六田 那時候 接近同期 應該是同期的 Darker than Black 也都有Pizza 陷入廣告 在廣告牌裡面 這個會比較早期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是Sunrise那邊 去做到這些事情 你不要說 如果你說這件事 即是初音厲害 初音就突然害怕 因為初音就是 在日本 走出世界 你說例如 初音在他日本的國內賽車 他也有份 Raising Queen 是的 Raising Queen 他們都自己 那個車隊 另外就是 初音 除了他 他還跟外國的房車廠 一起賣廣告 買一個英文的廣告 其實是銷售到美國的 其實是銷售到美國的 你想不到一個 日本的角色 可以銷售到外國 也跟近來跟 某一個 當地的 類似71 那樣的 不是71 當地類似71的 Community 他一起做一個聯修活動 也在電視賣廣告 這件事 我想我十年前 未必那麼容易想像到 當然你說 日本那邊 真的很流行 香港就完全是 以前試過的 其實我覺得香港 九幾年是試過 曾經 任過動漫人物 在某一個 Community 最大的間 大家都知道 就是7 曾經有做過 這件事 就好像每一個 Q版人物 拿著東西吃 現在都很同類 Circle K 和Line 組合 類似 以前九幾年都做過 但是做了一段時間 就不太流行 我最記得那個樣子 有點像 亂馬二分一的 女亂馬 90年代 我想最經典的 就是 Pai Snoopy 最成功的 我想都是這個 日本方面 真的很成功 當然另外 除了初音之外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 動漫人物 也都叫做 剛才你說開車 最近也有一個 Toyota 和馬沙 那是這樣的 馬沙戰車 是啊 開三倍速 是啊 撞車 你說了 三倍速 這裡走 80個 開二八四 這個面子最豪華 的周邊已經是 是啊 你說馬沙 我可以說回另一件事 因為剛才我們說到三個 那一件事 那就是 大概幾年前 出過的 馬沙皮褲 賣不賣得可以 是 嚴戴那個不可以叫馬沙 它是SETTA那個 即是馬沙 不要戴那個 不要戴那個 雙面戴那個 眼鏡就不是馬沙 那一件是背心來的 但是那時候都挺貴的 那時候是要接近三萬日圓的 這些會不會粉絲向多一點 會是 一路以來都有 但是馬沙的粉絲 正如好像我去年無雙意 給他送兩個紙紮馬沙出來的 是啊 很奇怪的東西 這些一向都會有 但是 當作是一個補充 我對多利子可以說 我見聽眾都很開心 所以我們看看 有沒有機會 今年找些類似的東西 當然 雷聽眾收到紙紮馬沙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看點 我覺得 今年 記住無雙聚會來 我們Iron 會有些 又有些東西 是否拿過來 你不會這麼快 放我上糖 雖然我買定了 那繼續說下去這個話題 那你說 另外一方面 食品 剛才我們說的飲品 太多了 糖果 我想大家小時候都會知道 例如說 那些 有顆不好吃的糖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紙盒 裡面裝一隻玩具 那種 很傳統 你說Pokemon也好 數碼暴龍也好 各類的東西 一向都會有 食玩類的東西 現在好像少了 少了 突然間 少得很緊要 我記得我十年前 很流行 以前 是用鐵盒來裝 外面的鐵盒就放了 例如當 很多東西 不同的角色都放了 然後裡面可能有一隻公仔 或者這樣之類的 我家裡還有一個 以前 那間叫什麼 賣娛樂的 那間叫什麼 賣娛樂的 賣娛樂的 和Pokemoner 鐵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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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月餅盒 這麼大的 我家裡還有一個 現在就很多 百科百門 例如 我近來很流行的 拿一股豆腐 火鍋打火鍋 差不多 再燕火鍋 現在很多這些 會有這些 另類的產品 會推出到 當然 你說同類型的東西 日本方面的食屎 你吃東西 會送一些類似周邊的 杯箭 海報 或者是那個 盒 那個Pizza盒 或者這類的東西 都會有的 其實同類型的產品 我也想說 咖啡也多了 對 另一件事就是咖啡 很多時候 會發現 早期 可能是 鋁瀑咖啡 這些可能是 基本的東西 後期就是 動畫公司 自己去搞咖啡 主題咖啡 其實早期 這些咖啡 都可能是臨時的 可能是一些 Event裡面 可能是 有一個Proof 煮幾個攤位 那製作食 其實 最初是這樣的 但問題就是 近年來 那些咖啡 已經變成了一間 梗舖 那間動畫公司 只要有新的作品出 那那間咖啡的主題 就會轉了 而所推出的那些食品 都會就回相關 當然 有幾次 你就很難判斷 飲品方面 我覺得 還有一定程度 空間 因為飲品的聯想度 可能他給一杯 士多啤梨 乳酸梨 然後跟你說 這杯就是 柴刀之麗內 那樣 韓善都可以 那些咖啡都是這樣做的 無法少女小園 都好像有 有 有 那都是秋元元之以外 你說秋元元之以外 如果大家記得 應該是台長的高達 高達的咖啡也有 是 很多類型的 那包括現在正在做的東西 即今季的東西 譬如說 彈丸亂播 大堅亂播 這是什麼特別的 有咖啡的 他也有咖啡的 他也有咖啡的 即是買餃子 那些 會有這些東西的 好吃不好吃就見見見見 好吃不好吃就不要理他了 這些東西 怪之很貴的 當然 上次之前都講過 譬如說SAO 空之境界 Face Zero 各類型的東西 一路而來 都是有這類型的產品 最早期都是飲品 接著去到後期就是 野食 最初都是一些小食 那樣的 去到近年來 其實已經會出到 可能說 即是最初 蛋包粉 現在已經可能說 咖啡飯 甚至日西的一些焗飯 那類的產品都會出現 那然後那個 因為它已經由一間 普通的攤位 變成一個廣舖 它裡面的那個佈置 也會更加主題性 會更加重 不過 你說由日本回到香港 香港其實都有這類型的 當然 除了說大記 大家最記得近年新聞 就是九龍灣 即是沒有一個大商場 裡面 就有一個叫做 很久以前的小甜點 那個 那個 小甜點主題是吧 主題 就是那個 小忌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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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主題餐廳 也是那位創作者 都走來香港做戰賽 其實如果你說 除了日晚之外 其實 美晚 Snoopy的咖啡 其實在香港也日立了很久 以前就在旺角 大家都記得 Snoopy的咖啡廳 現在就搬到尖沙咀那裡 其實香港都有 不過一直都發不起 亦都不可能做一個 亦都做不到地鋪 不過又不要說 他做到樓上鋪之餘 我發現都幾多的國內遊客 是親身專程走上去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是有市場的 在香港 不過你可不可以把日本那套 放下來香港 而且如果你說 想把香港的角色 應用在這件事 是很困難 那不同於日本 因為日本可能地大 你齊才多 還有對動漫的氛圍 也有些不同 我想這樣說 我們要講一個 再實用一些 或者再奇怪一些的東西 什麼 另外一類 可能跟動漫比較近 跟抽業員比較近的 電子產品 電子產品 哦 即是例如說 什麼限定的手機 什麼限定的主題電腦 手機當然 當年就出現過 EVA的電話 那部電話 那部電話炒到不知多少錢 或者有些比較 最近大家都會知道的東西 就是可能說 3DS用了那張SD卡 用一張螢幕貼 不知為何 其實是不分別的 當然 你入了一張卡 不是誰看到嗎 不可以是 這些是比較奇怪的 但其實過往有些 可以說正老一點的東西 譬如說 當年Windows7 日本賣 其實都會有一些 類似有關的一些效果音 都是另外配了一些 那些 那些 是 過往也有這個例子 另外 譬如說 電子產品方面 它會有 有時候有些廠出電腦 會有一些 遊戲 公司會跟NEC那邊 會陷作出一些 notebook 那會是一些 可能那個notebook cover 那個殼 會是貼了有關的 動畫 或者是遊戲的人物 譬如說 甚至一些 E社 它當年出過一個 是戰女神系列的電腦 那 都16萬日圓的 都要 不16萬日圓 神經病 但是性能 性能都很好的 那個年代來說 是的 但是問題是 你服機可以用多久 這個當然是另一個問題 還有兩款 還有兩款 不過你說電子儀器 我覺得 混合盟系 就未必 好用 是的 其實不算太多 但是也有這些 存在 是的 有這些存在 香港試過 我見過 香港某一隻繪圖版 另一隻 K字頭 K字頭 其實有一次 在同仁場 他都會用一個 叫做 香港某同仁集團 出的漢板娘 來做一個類似 代言 放在廣告裡面 都有做這些 但是你說 電子儀器 始終覺得 打的事情 比較難 這個相關 我覺得相關 可以做代言 但是在日本來說 而且你說 電子世界又有同 這個東西 好像格格不入 其實感覺上 你說到代言 這件事 就不得不提 我上次說 可能是 Sunrise那邊 有陷入式廣告 但是陷入式廣告 都是一些廣告牌 例如Dark and Black 高速公路 正在走 講個牌子 然後沒有招牌 突然間有個 Peace of heart 當然最經典 就是Tiger and Bunny 現在 根本就是不同類型的牌子 Softband Amazon 不同類型的品牌 代言在不同類型的英雄 他還要開啟動 他還要開啟動 全部都是大靠 失影的品牌的名字 全部都寫上去 那 巴克敏也是Sunrise 我沒有記錯 所以 可以說 越來越明顯 當然 他能夠構思出來 他真是好 追他不追 我想問這個 這個風氣 是不是日本 還是 外國美漫 真的沒有這些 我經常發現 好像是日本漫畫界 就是這樣的想法 美漫方面 第一 我們不了解 第二 真的 很難去評論 美漫有 有聽過USB 讓Ironman的USB 幫你三個月 插進去之後 有的 美國也會推出這些 有的 還有Ironman的手機 對 就是那些 電腦產品 我不熟悉 但我都不熟悉 這些都見過 這些都見過 或者一些遊戲headset 都會有 不過我覺得 上電子遊戲之外 我想 最主要它的範疇 如果不計算 粉絲向那些食物 我覺得食物是最大的 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都很緊要 多到我覺得 各種食物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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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動畫都可以 甚至 我電子產品 有一件事 相機 PANTASQ LUCKY STUFF 也有出過相機 跟LUCKY STUFF 拍照 當然之後 都是其他類型系列的出現 其實SAMSUNG 好像都有些相機 但很愚蠢 它是相機前 貼了一張貼紙 那些 HELLO KITTY 還是不知道什麼 我講過PANTASQ 當然大家應該 近年 和EVA EVA 黑色的PANTASQ 那部MIRRORLESS的小機 會有這些 但是 我們已經講到 相機這些 可能貴一點的東西 再大一點的經濟效益 究竟會是什麼呢 一個地方的旅遊 這些就是 我們經常都有事 除了旅遊 通常是叫什麼 他們叫什麼 觀光 觀光之外 不是 就是說 某個動畫 去到某個場景 那些人就 那些叫實景 對 實景 那些叫什麼 武敗 聖地巡遊 聖地巡遊 這些是最出名的 當然 最熱烈的時候 是什麼呢 就是Lucky Star 最早期一定是Lucky Star 神社 老公神社 當然 近期 我記得 那時候做到很大的 因為那個城市 都做了他們 有新聞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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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他們的鑽民證 也就是那個神社 也因為他們 而興往了很多年 以前是沒有人去的 即是 即是 譬如祭典 很無通空的東西 對 都不是很多人去 譬如一個鄉親地方 突然間 那時候 突然間有很多 独漫迷去聖地巡遊 Lucky Star大概是在2007年左右的事 自此以後各種各類的有關旅遊和和地方色彩比較濃厚的都開始出現了 比較中期的空之境界和德島每年夏天都會搞祭典 你可以拿回一些Poster 書籤那類的旅遊品 你要去吃東西的 就像大家去儲那些小印 去不同地方儲夠多少印 買東西 吃東西 就可以換東西了 一些小印 簡單說的消費的祭典 例如當地城市鄉的輪迴之拉格朗日 它那個是鴨川市 像動畫黑石一樣 是的 不斷說鴨川這個是什麼 鴨川飲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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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很多 你說未聞花名 其實它都是在銷售自己的城市 會有這類型的東西 其實會看到這些背後 它的動畫公司和當地的旅遊觀光機構 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合作 有sponsor 投放下去 當然 它後期也會做出實際的經濟效益 對比一下 如果是經社的實境 就未必那麼明顯 實際上它背後有沒有勾結 我們不知道 但是 輕盈過路就令到那個特地方 又是很厲害 小學 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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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那個特地方又變成一個旅遊 因為盛地都是 結果很多人在那裡遊覽 當然 你說 始終這些都是有時間的 好像近期 我記得我五六日前 開始看日本新聞 說回Nakista 他說老公巡社在祭典已經沒什麼人去了 因為始終異朝已經過了 始終得之沙 出到第十本 其實異朝已經退到 最新的宮河家之空腹 已經不是一個可以代理人了 你撐了這麼多年就算有著數了 很久了 真的很久了 真的很久了 你看看有脈二也沒有再說卡卡卡卡卡卡的老婆多久了 沒有啊 大佬 始終一個動畫都有他的姓衰奇 我也覺得是的 不過你說 當然每一套動畫都有他的姓地 因為他很多時候都是用實景來做那個拍攝 或者做那個故事的背景 我們之前說 罵了很久的那套惡之話 其實也是一樣的 那不是實景 那不是實景的 你搞錯了 看看有沒有人說盛地巡遊 因為有人試過巡遊一下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有宣傳過 是的 所以其實 如果這件事其實都是一個 我覺得挺好的 大動意 尤其是當時日本 曾經在幾年前曾經試過做一個 叫做城市興起的program 就是每個原市扔一筆錢下去 讓他們自己搞 動畫化 即是有些動畫利用那些地方來做一個旅遊的boost up 以及一個合作 其實也曾經試過有些是這樣做過的 當然這些成功就真的看過作品意定 當然呢 另外有一類呢 就是比較大了的 亦都可以說比較虛 為什麼呢 那些叫做什麼什麼糧 是的 因為過往就出過一些可能類似畫集的書刊 可能就會是相機糧 波鞋糧 你說過波鞋 各種各類型的東西都會有的 其實它最早期可能你說的來源 可能說Mega糧 高達那些機械糧 那麼那個年代就可能就是 將那些高達的特色 就配到一個女生 比較像武裝神機一樣 但是你說去到後期呢 就是剛才所說的那些波鞋糧 你又不會想到 什麼將一個女生塞在波鞋裡 不是做這些東西 那些陌生入糧 是的 它純粹做的東西就是什麼呢 它有一幅插繪 就是有一幅CG 或者我們簡單說 它有一個女生 有一個威劃師畫的 那麼那個女生可能就 穿著那雙鞋 或者拿著那雙鞋 可能穿著波鞋繩 純粹是 就是那隻鞋在那幅CG裡面出現 然後另一面就是一個白紙來的 然後就寫著 這雙鞋是哪間廠出的 怎樣怎樣怎樣 會是一些 類似Catalog 一個目錄 這些會興起的機會就比較微一點 但是 很固定 你說一年大概一本 這類型的書 相機量多的 相機量 因為相機很容易renew 它也都是類似 可能有個女生拿著相機 各種類型的東西 已經是一本東西 一本書刊 一本話策 這個比較百搭 這類型的東西可以說 但是你說可以應用在經濟上是比較難的 是是是少一點的 一定是 好了 那我們去到最後部分 當然不可不提就是 剛才我們開播是說手機遊戲 當然我們要去到遊戲或動畫那邊 那可能是對上半年 有一個都是很hit的 topic 就是戰車糧 那套動畫 你說去到現在近年或近期的那些藍梁那些 那些 突然間興起的 我又覺得奇怪 都很多人玩的 你看到現在 特別是很明顯的 你會看到剛剛那一屆的comicare 很多本你會看到 咦 為什麼會有這個topic的 P幕其實之前已經爆了很多套 都有 但今屆是去到大手都說了 所以就開始會比較有人注目 純粹是一把大手玩這些cam 我發覺一把大手玩這些game 還有它始終你藍梁那邊 即是那些金剛啊赤城啊那些 它另外一個優勢就是 它不是手機遊戲 網頁的遊戲 所以它不會限於你究竟要不要用智能電話 只要有電腦有一個瀏覽器 你就可以玩到 其實它那個要求 硬件或者系統的要求突然間就低了很多 當然啦 另外一件事本身你說 軍器宅啊 或者是這類型的主題 一向而來都是受歡迎的 不過我想問軍器宅是不是也在日本那麼多呢 不完全是說軍器宅 我純粹就是對於類型的 就是刀刀劍劍炮炮炮炮炮炮 有興趣的男生 通常不是一個特別少見的類型 很多人都很喜歡這類型的 因為實在一瞭解都會知道 它裡面用的籃 或者可能說過往日本一直用的籃 其實都是那堆名 包括二次世界大戰用的那堆籃 什麼什麼軟 什麼什麼軟 這些可能是清朝那一代的籃 二戰用的那些籃就不算太多 就是它當年用部份的航母的名字 裡面都已經會出現了 你說近期 之前有一則新聞說 日本的那艘船 沉了那艘船 用了它第一格的航母艦的名字 中國那邊抗議 會有這些東西 當然有些人可能一謀論 會不會有些日本商家 或者政府暗中鼓動這個軍民主義 那我們這個就不是今天的討論範圍 但是反而就可以說 其實遊戲市場 即是計算動畫 或者漫畫 這些比較傳統的ACG媒介之後 知這東西可不可以在 商業化的領域裡推贏A和C 近年來說是有意的趨勢 即是由遊戲去帶放了AC 即是不只是ACG排位 G是排隊 就是GAC 是的 輕小說都沒有那麼厲害了 變成了遊戲這邊會有更加多東西 當然 未必 始終輕小說的生產速度是掛的 很簡單就掛的 但遊戲是有更加多的時間 即是好的遊戲 動畫的遊戲 營運他很耐心 即是可能要一隻很厲害的遊戲 之後會推廣馬馬 拍檔 但你會有更多人力無力 即是你說要追一個輕小說 我覺得是有點難度的 不過我想請教你買一件事 譬如一個成功的遊戲 即是現在我們iPhone的遊戲 你應該請教樹齡 是的 你怎麼看 不然你講吧 譬如現在的遊戲 即是日本遊戲的興起 譬如在網絡上 他要不停的買卡 交貨金的遊戲 會比較好 還是說他創造了一個小遊戲 你在網上玩 就只是好像以前那種 譬如以前那種制式 即是他打完之後有爆機畫面 就完了 那種會 始終那兩種 那兩種還發展 兩種都有人玩 這個小小題 最後補充 如果大家有留意 PS3 近期 這一年 其實出了幾隻的無料下載 就是一些網絡遊戲 但它是免費下載 但它有一定份量的課金模式 可以給你做選擇 當然你可以完全不課金的 其實沒有人迫你課金的 但你玩得 喜歡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 就一定有一定份量的 譬如說我們 自己動畫無雙的YouTube頻道 就是Gunder Battle Operation 這隻是免費 基本無料的遊戲 之後也有出 譬如說 鐵拳 出了 DOA也出了 老實說 MHF 看看街霸什麼時候都會有 MHF就不是 MHF應該會有月費 但它不是基本無料 你說免費下載 下載男人之後就給月費 因為始終你 入門的門檻 你是免費 始終你的接受群會比較大 這個一定有一個優勢 不過看看 我覺得日本這件事 經過ACG去走入經濟 這件事對日本來說 是一件好事 因為真的很容易打出全世界 這叫做文化軟實力 尤其是我很看好初音 在五至十年的發展 你不要算初音 我還想說一件事 演唱會這件事 虛擬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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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在拍到外國 就好像初音 賣到LA 賣到新加坡 賣到香港 賣到台灣 可以賣到很多地方 這種情況 對於動畫 也是一個好推廣 亦可以聚咒一批粉絲 其實這個經濟的效益是可以很大的 最後用一句總結 就是麻生太郎 現任的日本副首相 或陳任首相 或陳任外相的人 不要再說了 很可愛 七十幾歲 卓微首相你覺得 他提出這個概念 我們會繼續留意 之後會經濟方面 和動漫的不同的消費品 文化產業有些什麼 再有關的發展 亦都期待他有更一步 不同類型的開支剩業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